请听我为你讲述无人探测器的英雄之旅 这个熟悉物理学发展史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在20世纪初曾经有两大难题困扰着当时的物理学家们 这就是著名的两朵乌云 其中一朵乌云最终发展出了相对论 而另一朵乌云则 发展出了量子力学 这两朵乌云最终成为了物理学两大支柱 从此之后乌云就成了物理学界未解之谜的代称了 进入到21世纪后 物理学家们又有麻烦了 他们又碰上了两朵乌云 其中一朵就要按物质 另一朵就要按能量 我们甚至对它们的基本特性还搞不太清楚 只能根据观察到的天文现象 提出一些假说 按物质的发现过程就很有意思 美国的天文学家 威拉鲁宾发现银河系的旋转有点不同寻常 按照牛顿力学的推算 越往外圈的速度应该越慢才对 但是这和他的实际观测是对不上的 银河系外围的那些恒星的旋转速度明显偏快了 只有一种情况能够解释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 那就是银河系中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是集中在中间的那个核心上 可是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明明就是核心最亮 周围的旋臂比较暗淡 那这难道不能说明核心的恒星最多吗 似乎引力计算和光学观测这个对不上了 好在测量一个星系总体质量的办法还有很多 看星系的旋转速度是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引力透镜 按照爱因斯坦的广印象对论 星系巨大的质量就好像是一个放大镜一样 遥远的星光路过星系附近就会被扭曲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图像被扭曲的现象 可以利用这种现象来反推星系的引力质量 我们也可以用亮度去计算一个总体的光学质量 这两个数值通常是对不上的 而且还相差悬殊 引力质量经常会比光学质量大得多 其实威拉鲁宾他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奇特现象的天文学家 比他更早的奥尔特和茨维基都曾经发现过这种现象 只是他们都没有深究下去 是鲁宾用详实的观测数据引发了全世界天文学家的关注 科学家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只能做出一个假设 就是星系之中除了看得见的那些物质以外 还有大量看不见的物质 这些物质的数量巨大远超过了我们所了解的那些普通物质 科学家们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 它只是显露在表面的一小部分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又会产生引力的物质 就被我们称为暗物质 暗物质毫无疑问是具有引力的 但是肯定没有电磁相互作用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电磁相互作用是无处不在的 光就是一种电磁波 是一种电磁现象 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 为什么能够排列组合 形成各种各样的分子呢 这个还是因为电磁相互作用 我们的感觉器官也全部都依赖于电磁相互作用 包括各种精密的传感器 道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暗物质它没有电磁相互作用 那么我们是不可能直接探测到它的 我们只能依赖于间接观测 所以科学家们就提出了一种很合理的假设 这个假设被称作WRMPS 它的意思就是具有弱相互作用的大质量粒子 这种假想中的微观粒子 就是暗物质的候选者之一 但是提出假设只是完成了科学探索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找到这种粒子存在的证据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用大型强子对仗机来撞 高速粒子撞到一起就会激发出巨大的能量 甚至可以模拟宇宙大爆炸中的某些场景 这个能量只要足够高 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谁也不知道会撞出什么个粒子来 说不定其中就有暗物质粒子 但是现状却是令人失望的 我们自从撞出了希格斯波射子之后 大型强子对撞机就一直没再能找到什么更新鲜的例子了 我们的太阳系围绕着银河中心旋转一周 大约需要2.3亿年 如果太阳系要维持这样的速度 周围肯定包含大量的暗物质 这些暗物质的总量达到了10的11次方个太阳的质量 如果这个猜想成立的话 那么地球就应该被大团大团的暗物质包围着 所以第二种办法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 暗物质粒子很有可能会撞上普通物质的原子核 这种碰撞假如发生的话 我们就能探测到 当然自然界的粒子实在是太多了 为了避免被宇宙射线不必要的干扰 这个探测器最好是放到深深的地下 这样就可以屏蔽大多数那些乱七八糟的粒子了 能够穿进如此之深的地下 也只有中微子和暗物质粒子能够做到了 可惜全世界的研究者在地下守候了好多年 也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探测到暗物质粒子呢 按照现有的理论 两个暗物质粒子碰撞有可能发生湮灭 产生正常的可见粒子 比如说他们有可能会撞出一对正负电子 或者发出伽玛射线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被探测到的迹象 目前在空间轨道运行的 α磁谱仪和费米卫星 都是用来探测这种痕迹的 这两个探测器都不便宜 α磁谱仪 花了全世界纳税人20亿美元 被航天飞机驮着安装到了国际空间站上 这是因为只有国际空间站能够提供足够的电力 所以必须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 还不能单独像一颗卫星一样的转 这个探测器最沉重的部件就是一块大磁铁 还是我们中国制造的 我国在超强磁铁方面是非常领先的 这个大家伙足有7吨重 一般的火箭那是扛不动 只有劳烦一下航天飞机最后加加班了 费米卫星就相对便宜多了 这颗卫星专门是探测伽玛射线的 它的总费用大约是7亿美元 相对来讲 我国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就算是最便宜的了 它只花了1亿美元左右 2015年12月7日 悟空号卫星就被发射到了太阳同步轨道上 这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专业天文探测卫星 发射升空一周后 悟空号上搭载的仪器就陆续开机 开始正常的探测工作 每当卫星路过我国上空的时候 就会和地面进行联系 平均每天都要传回16GB的数据 所有的科学研究 都是围绕着这颗探测器产生的这些数据展开的 尽管悟空号并不算太大 也就是大概1.5米见方的一个大盒子 但是悟空号探测器 它却干得非常的专业 上边装了硕散阵列探测器 硅阵列探测器 BGO量能器 中子探测器 这些都是现今观测能量段范围最宽 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物质粒子 空间探测器 恒星 中子星 超新星 以及正在吸收之中的黑洞等等天体 都有可能加速出很多的高能粒子 这些高能粒子和星际物质相撞 也会产生反粒子 正电子就是一种反粒子 但是这些过程产生的正电子 它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 和暗物质发出的正电子数量相提评论 如果我们只看正电子 信号会相对比较干净 区分正反电子就需要用磁谱仪 正负电子带电相反 进入强磁场以后 拐弯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这就很容易区分出 是正粒子还是反粒子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的阿尔法磁谱仪 它需要带着这么沉重的 一个超强的磁铁上太空 悟空号就很轻了 它的总重量才1.8吨 因此我们采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就足以把它发上天了 航天器的设计师 他总是在为减轻一克而奋斗 因为卫星越重 就需要更大的火箭 这个价钱一架子又贵了不少 所以工程师们 那是能省一克重量 那是一克 但是这样一来 悟空号就没有办法 带一块很重的大磁铁上太空 也就没有办法分辨正负电子 显然它不如磁谱仪的数据那么干净 不过根据理论计算 假如没有暗物质的话 那么太空中的电子 只比正电子多十倍左右 那如果我们观测到 正电子突然多出了一大截 那么我们在正负电子的总数据上 还是能够看出很明显的异常的 所以这个方案总体上是可行的 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剔除不必要的干扰 宇宙射线里的高能粒子数量最多的就是质子 在100G电子伏特的区间 质子要比电子多300倍左右 在1T电子伏特的区间 质子要比电子多800倍左右 我们需要探测的就是电子 而质子是不必要的干扰 要从海量的质子之中分辨出电子 而且还不能认错 这就必须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按照预计 误判的概率它不能超过万分之一 这个要求真的是不低啊 好在我们紫金山天文台的长径研究员 在1998年就提出了一个 利用各种探测器的综合信息 来有效区分质子和电子的办法 有了这个办法 我们就不必再采用昂贵的笨重仪器了 美国人正好要在南极释放气球 用气球带着仪器飞上高空去观察宇宙射线 长径就告诉美国人 他们的这个探测器就足以探测宇宙射线里的电子和伽马射线了 最后长径说服了美国人 他们把数据交给长径去分析处理 结果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成果就被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 长径教授是第一作者 这个技术理所当然的也被用到了悟空号探测器上 正因为有了这个技术 我们才可以用比较轻量化 比较便宜的手段来寻找暗物质存在的证据 悟空号探测器最关键的设备就是BGO量能器 它是主角 其他都是配角 BGO其实就是褶酸B晶体 这种晶体它能在高能粒子 或者是X射线和伽马射线的照射下发出一种荧光 这个是探测器的关键部位 这个褶酸B晶体是上海硅酸岩研究所的拿手好戏 包括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内 很多单位的褶酸B晶体都是他们提供的 悟空号上的BGO量能器的褶酸B晶体 它的边长达到了60厘米 这比之前的世界纪录要长了整整一倍 这就让我国拥有了全世界探测面积最大的空间探测器 其他的三个子探测器分别是 塑料闪烁体正列探测器 硅净剂探测器和中子探测器 这个塑料闪烁体正列探测器是中科院研制的 它主要是用来分辨伽马射线和带电粒子 而且可以测量带电粒子的电荷 硅净剂探测器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意大利佩鲁甲大学以及瑞士的日内瓦大学联合研制的 它的主要功能是将部分的伽马射线转化为正负电子队 并且确定入射粒子到底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 中子探测器则是由紫金山天文台研制 它的主要功能是进一步的来区分电子和质子 悟空号在运行了530天之后拿出了第一批数据成果 在这530天的时间中悟空号一共采集了28亿粒高能宇宙射线 还从中间筛选出了150万粒25G电子伏特的电子宇宙射线 基于这些数据 我国的科学家就获取到了当时世界上精度最高的T电子伏特 这个级别的电子宇宙射线的探测结果 悟空号的结果它要比α磁浦仪和费米卫星的能量探测范围都要广 这就相当于我们拍照片的时候能同时看清楚太阳的光辉和蜡烛的火苗 这个宽容度那是极高极高了 而且悟空号在1T电子伏特这个范围内的纯净度也是最高的 这都为研究暗物质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宇宙之中各种能量的粒子它都有 按照理论推算分布应该是比较平滑的一条曲线 但是悟空号探测器划出的曲线 在1T电子伏特的能量范围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古包 这个古包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有可能它就是来自暗物质粒子的互相湮灭 而且在1T电子伏特的能量范围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精细结构 这也非常值得关注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就已经看到暗物质粒子了 我们说这还只能算是发现了一些迹象 也不能断定这就是暗物质粒子发出的 但是即便这些电子并不是暗物质发出的 那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 究竟是什么机制能在1T电子伏特的能级上 齐刷刷的多出那么多的电子呢 钟子星有这个本事吗 或者是黑洞搞的鬼吗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个观念 对于悟空号来讲 它最本质的工作就是上太空 去收集各种高能粒子的数据 观察伽马射线的信号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把眼光盯在暗物质这一条线上 寻找暗物质的蛛丝马迹 也只是这些数据的用途之一 数据本身它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这其中的意义当然是不言之明的 悟空号还只是一个开始 最近我国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已经踏上了去网火星的旅途 以后我们还要发射更多的科学卫星和探测器 来收集更多的数据 我国最近这十年来 已经在航天技术和空间探测上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的科学家与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起 正在为破解21世纪物理学中的两朵乌云努力着 我也衷心的希望 悟空号能够再接再厉 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带回更多有价值的数据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这个梦想未来的世界的节目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好 咱们后会有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